广告继续浏览后续这个用汉语写的推特帖子说,这是情愿链接。 我 们要保护我们的孩子,我们的文化,我们的家园。 在大饥荒时期,纯 嫖的牧民收养过上万名汉地的饥饿公儿。 但现在中共对我们这样下众 手 草原也已经被破坏的面目全非。 我们再无法忍受了,请您帮助我。 们 愿神保佑 蒙古人在白宫网站的连署信说,自2020年9月 以来,在蒙古,中国政府试图强迫蒙古族小学用汉语代替蒙古语教授。 课程 当学生家长们反对这个政策,试图保留自己的母语时,遭到警。 方逮捕和拘押,也有很多蒙古人因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。 这份联网信,提出中共这个新政策的三宗罪,侵犯人权,破坏世界遗产,违反中国。 自己的宪法,侵犯人权,因为我们生而平等和独立。 教育中如果 缺失母语,会导致民族灭重。 二,破坏世界遗产。 蒙古文在201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 中共的这项新政策粗暴剑。 怕了教科文组织这项协定。 三,违宪。 该政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字。 极宪法中的民族自治法。 蒙古人为拯救自己的语言文化将内蒙境内的 抗争扩大的国际。 9月12日在东京举行集会示威活动之后。 9月1 3日时H30将在巴黎七区安德烈 塔尔迪厄广场 Place A NDRTD 举行捍卫蒙古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的集 会 此外,在10月第一个周末,包括维吾尔人,蒙古人,藏人,香港 人在内的各族民众,计划在巴黎共同集会示威,抗议中共政权对他们 的镇压和迫害。 中共当局最近在内蒙古自治区推行教育改革,要求蒙 族学校以汉语而非蒙古语教授重要课程。 导致数外人抗议和罢课。蒙 古人担心心的课程会灭杀蒙古族文化,为了捍卫本民族语言文化 许。多蒙古族家长将孩子接回家。蒙古族教师,新闻记者,公务员等体制。 内人士也加入这场抗争运动。当局则威逼家长和教师,强迫学生返校。 严控微信和微博,并以滋事为由逮捕抗议群众。 据港媒报道,目前,至少23人被捕。 据中央社报道,中共这项政策与其在西藏,新疆推。 行的类似做法相呼应,目的是让少数民族被占有势的汉族同化。 台湾 多个原住民团体9月11日集会支持蒙古人捍卫本民族语言文化。 他 们在立法院正门召开记者会表示,母语是族群的身份证,母语灭亡旧。 是族群灭亡,声援蒙古族人争取语言权的行动。 电邮新闻头条新闻旧。 电邮新闻族。 电邮新闻族。